8月15日 互联网金融平台九富集团 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股票代码为JFU 发行价为9.5美元 募集资金为8455万美元 以发行价计算 九富集团市值为18.4亿美元 若加上股权激励等股本 市值超过20亿美元 九富成立于2006年 为用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包括消费分期 在线的股份 建理财 便利支付等在内的 多种金融产品组合以及服务 2018年第二至第三季度 P2P平台出现了暴雷潮 随后互联网金融协会 更加积极配合监管部门 并且全力投入专项整治工作 随着行业的快速出清 促合规 防风险 赢备案 都成为了行业关注的焦点 户金平台生存难度不断加大 面对备案生死大考 诸多平台黯然离场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户金机构 选择上市 在九富上市当天 华尔街多媒体在纳斯达克 采访了九富联合创始人 兼行政总裁刘磊 以及首席财务官林彦钧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上市更多来讲 不是为了融资 不是为了套钱 而是我们希望有一个 比较透明的上市公司地位 这样的话能够给我们的 这么多的用户 这么多的股东 这么多的合作伙伴 从政府来讲监管机构 九富变成一个透明的上市公司 关于合规 九富联合创始人兼行政总裁 刘磊表示 作为公司的角度 九富一定会遵守监管的 相关要求 并且会做得比监管机构 要求的更好 在被问及接下来 公司是否会调整战略布局 从而极大的降低P2P时 刘磊表示 机构资金的部分和P2P部分 都是需要的 但是九富会按照监管 和客户的需求进行调整 应该说P2P这块一定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端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台 我们要有机构的资金的一部分 也要有P2P的一个一部分 不是说我们P2P的就不做了 我们这个保持监管的要求 要慢慢的下降或者保持平稳 那我们现在保持一个flat 或者是非常小的一个降幅 然后监管要求我们降多少 那我们一起降多少 那降下来这块怎么办呢 那我们公司要平稳地发展 所以我们就用机构来填补这一块 那包括未来 哪怕被案已经通过了 我们也不是说机构就不做了 我们只做这一块 我们两个是同时要去进行的 我们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 在谈及面对上市之后 公司的战略布局和今后发展时 九富首席财务官林彦军 给出了三点发展方向 第一个呢 我们会持续在发展 这个消费金融业务 机构这块呢 现在其实起来的量很大 就是从今年上半年来讲 我们这个转型还是比较快 然后我觉得这块会继续发展 第二个我觉得会 我们会继续加强这个 技术的投入赋能 包括我们现在跟很多的 这个金融机构 还有那行业的这个领头羊 像中修航空这种合作 去做行业的一个赋能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现在成立在 在国际业务上 这块其实开拓也比较快 其实包括说 你看到九富城券 是我们在香港的一个 互联网券商 我们在香港 还有这个保险经济 我们在东南亚 现在几个国家 基本上都落地了 而且都 几个国家都拿了牌照 几个国家都拿了牌照